各位親愛的朋友 這是不是最酷的bar 建造在懸崖上面的bar 這裡是雖然小小的 但是好酷喔 因為它就在懸崖邊 日落啦 嗨在這邊開場 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裡就是Limba Hotel 要先介紹一下 其實整個園區呢 是Ayana 有Ayana的Villa Ayana的Resort 再來就是Limba Limba是這三個當中 比較便宜的啦 雖然你可以煮便宜的Limba 但是呢公共設施 Ayana Resort 你都可以用 包括早餐也可以去那邊吃喔 所以接下來 Enjoy我的Holiday 這個是Limba吃早餐的地方 Tougade餐廳 真的很漂亮 完全open室的廚房 連廁所也高級 你看它不是用擦手指 而是擦手毛巾 剛剛check in 在等待進房間的時間 就來吃中飯吧 因為Ayana這個度假村很大 基本上住進來 你就是三餐都要在裡面解決 這個是炸魚薯條 然後這是綠咖哩雞 還有印尼傳統的餅 抱歉喔 這餅已經吃掉一大半了 哈囉 Limba的room tour 我們從陽台開始 陽台的沙發可以躺著發呆 很舒服 接下來 來 這個貴妃躺椅 很俗氣的花紋 這花紋蠻可怕的 床呢是King size的床 那剛剛有躺過 它稍微硬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還算好睡 電視在這邊 可是如果你躺在床上的話 就要歪一頭看 可是 現在你還會看電視嗎 我想也不會吧 這個是跟隔壁房間的連通門 所以如果是一家人的話呢 就可以互相通來通去 因為啊 Limba與世隔絕 所以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來住Limba之前呢 在市區把貨補齊 再來是浴室 這個馬桶呢 還是有免治 只是它是要手動轉這邊的 所以不是那一按就免治的 這個是洗手台 很小的洗手台 然後呢 這個浴缸 好像Motel的浴缸喔 怎麼這樣遠遠的呢 就這樣結束我們的Room Tour啦 阿雅娜度假村最誇張的就是 游泳池很多很多 小池子我們就不算了 我們光是算大的 在Limba的部分 Limba泳池1 Limba泳池No.2 下面是專屬小朋友的游泳池 好大喔 而且還可以玩跳跳河 小朋友專用的滑水道 耶 好可愛喔 在這邊囉嗦一下 提醒你擦防曬 請擦友善海洋的防曬產品 不然就像我 乾脆穿一整身的游泳衣 因為阿雅娜這個飯店的 佔地非常的大 分三個區域 所以你要到每個區域的話 不用自己走 它有Shuttle Bus可以搭 那這個Bus呢 是十分鐘一般其實蠻方便的 現在就搭Shuttle Bus 前往園區內最酷的 懸崖酒吧Rockbar 現在呢我們就是要去Rockbar 其實現在去有點太早 因為離太陽下山還很遠 有點熱 那Rockbar呢 住客可以來 觀光客也可以來 住客的話到那個Rockbar 消費還可以打八折 還要PS一點 到Rockbar呢有Dresscode 不用穿吊子 不用穿海灘褲 不用穿拖子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Bar 喔 很酷吧 我們兩人 最重要就是一支大火山 因為來的時間太早 還好Ayana有準備養傘 現在要坐懶車下去 Rock Bar 了耶 其實這懶車也沒有很長啊 坐懶車下去 Rock Bar 其實這懶車也沒有很長 它但是就是一個噱頭 酷吧 這是吃最酷的吧 在懸崖邊的吧 可是很熱 真的不用那麼早來熱爆啦 Hi 在Rock Bar 呢 曬了一個小時的太陽之後 終於接近夕陽的時間了 這個就是 京巴蘭Rock Bar 的日落啦 好啦 現在要離開Rock Bar Bye Bye Rock Bar Hi 起床吃早餐啦 在林巴有自己的麵包紅培式 所有的麵包都是新鮮現做 有些Buffet的麵包種類最多 但是難吃到爆炸 尤其是Cursong 根本就不酥 但是在林巴Cursong 好吃得不得了喔 這邊是Coffee Corner 幫你吃所有的咖啡 禮品還有果汁 沙拉起司水果去 這是亞洲食物區 大家最愛的炸雞 這裡是西式餐廳區 這邊是大家最愛的Noodle Station 現煮的麵 而且今天是牛肉湯底 你看看這料多得不得了喔 這邊是 Egg of the Day 那麼本日的蛋蛋就是水果蛋 我知道你們最想看的畫面就是這個 把蛋切開 蛋池流出來的畫面 嘿嘿 吃完早餐 坐Shuttle Bus 前往Ayana Resort 來看看Ayana的游泳池 現在看到的就是Ayana Resort 它的風格就非常的傳統巴厘島的風格 我現在在Ayana Resort 最主要的游泳池 這個游泳池很美 而且無比大 你看後面還看得到印度洋 好大的游泳池喔 有聽見海浪的聲音嗎 這個游泳池雖然小小的 但是好酷喔 因為它就在沿岸邊 有漂亮的ID 而且這邊拍ID照 怎麼拍都好看 來吃晚餐 我們選了一家印尼菜的餐廳 我吃的是印尼的綜合飯 就是什麼料什麼肉都有 不好意思喔 中間被我挖了一個坑 醜醜的 然後呢另外就是還有沙爹 沙爹是現烤的 也是被我們吃的醜醜的 好酷喔 早安 其實住在Limba的年 可以來Ayana的餐廳吃早餐 也希望早餐料有一些不一樣喔 在這邊咖啡不是用Machine壓出來的 而是現做的咖啡 麵包又這種傳統貴子版 好可愛喔 這邊擺的是印尼式的甜點 Chinese 看來這邊的中國遊客也蠻多了 有看到嗎 這個是北京烤鴨 看起來日本客人應該也是蠻多的 這邊是JAPANESE FOOD 現間的法式土司 大家最喜歡的Chagami 這邊一整區就是熱食區 包括Egg Station 這個就是Egg of the Day 今天推薦的蛋蛋 很美吧 嗨來吃早餐了 雖然很多人都覺得 飯店早餐看起來差不多 其實我也是這樣覺得啦 可是Ayana的早餐真的很好吃 相信嗎 早餐居然有北京烤鴨 嗯 還不錯耶 所以呢 Ayana的早餐 我給90分 因為種類多 而且真的都很好吃 啊對 要提醒大家一點 印尼的辣椒醬 真是有夠辣 請大家要特別小心注意 我算能吃辣喔 印尼的辣椒醬我也是快有點受不了 因為它那種辣就是直接來 不是 就是沒有深度的辣 會直接辣到你舌頭發麻那種 這裡是Kubu Beach 這個beach非常的私逆 而且要來到這邊 你看 愛坐電腿喔 親愛的朋友 請你看看這個美景 這邊就是Kubu Beach 然後我們要坐電梯 到海灘下面 搭乘園區的街坡車 搭乘園區的街坡車 就可以來到Kubu Beach 這是一個非常私人 非常隱秘的沙灘 但還是不能裸泳啦 是史上最廢的巴黎島假期 即將要結束了 這次真的很廢 因為沒有水上活動 什麼潛水跳島 泛舟塑星頭林探險 通通都沒有 只有把飯店用到滿 好啦就這樣子了 請訂閱本頻道 記得按讚打開鈴鐺 謝謝大家啦